宇宙是否存在其他智慧生命? 为什么在如此浩瀚的宇宙中,人类仍未找到任何外星文明? 黑暗森林假说,难道真是至今我们尚未发现外星人的原因吗? 黑暗森林假说是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小说《三体》中提出的一种宇宙假说。 这个假说被一些人认为正是著名的关于外星人的费米悖论的一种有力解释。 费米悖论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宇宙中充满了可能适合生命存在的行星,可这些高级的外星文明为什么一直不现身? 外星文明存在的高概率与现实的情况明显矛盾。 这就是费米悖论一个困扰了许多科学家和科幻作家的问题。 费米悖论的核心是这样的,根据我们对宇宙的观测和计算,宇宙中应该存在大量适合生命存在的行星, 而且其中一些可能已经诞生了高度发达的文明。 这些文明还掌握了星际旅行的技术,甚至可能已经探索或殖明了整个银河系。 但是,我们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外星文明的信号,也没有看到任何外星文明的痕迹。 这就好像我们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而其他的星球都是空无一物的。 而为了解释这个悖论,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假设和理论, 其中非常引人入胜的一个是刘慈欣提出的黑暗森林假说。 这个假设的基本思想是,宇宙就像一片黑暗的森林,每个文明都是一个隐藏在树丛下的猎人。 他们都意识到存在其他的猎人,尝试寻找其他猎人的同时,也害怕被其他的猎人发现。 因为不知道其他的猎人的意图和能力,因此所有猎人都会采取最保守的策略。 那就是先发制人,消灭任何可能的威胁。 所以,宇宙中的文明都会努力保持沉默,不主动向外发出任何信号,以免暴露自己的位置。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任何外星文明的原因,因为它们都在躲藏着,等待着最佳的时机,或者是最后的决战。 当然,这个假说目前仍是一种科幻小说的想象, 但也确实引发了大众和科学家对宇宙和人类的深刻思考。 比如,我们是否真的了解宇宙的本质和规律? 是否真的准备好了与外星文明接触和交流? 接触之后,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跟外星文明和平共存和合作? 毕竟,当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后,带来的却是印第安人近乎灭绝的后果。 而这,双方还是同为人类这一物种的情况下发生的。 如果扩展到宇宙,我们看到的很可能是蟑螂一样的外星人。 而外星人看到人这种奇怪的生物,在对方的眼里,可能也只是某种虫子而已。 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双方,靠什么来互相理解和认同。 所以,当我们凝视着宇宙这座黑暗森林时,我们真的需要思考拥有一万星系,恒星,行星的浩瀚宇宙,为什么如此沉默? 那么,你觉得生命本应到处存在的宇宙,为什么如此静悄悄? 感谢观看